为纪念施来福老师而举办的来福有约新传师生展 日前在县府文化局举办开幕查会 现场嘉宾云集许多学生都共襄胜举 身为活动的召集人陈秀逸表示 活动目的除了感怀施老师令人敬仰的做人处事精神之外 也是希望借此让学生们互相切磋以求精进 我们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 除了是纪念施来福老师以外 我们主要重点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展示当中 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互相切磋这个意识的技能 拿来精进让我们这个意识活动能够永远永远的传承下去 另外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来缅怀施来福老师 艺术界名师施来福老师虽然已离世 但学生们仍然缅怀老师 以前谈笑风声中透过作画的过程将做人做事的道理融入教学 把做人做事的方法融入教学是每一个学生非常尊敬他的原因之一 尤其他在谈笑风声之间把做人的道理在融入画作的时候 顺便把他的理念传承下去 那每一个学生对他都非常感念 包括文化局副局长李玉兰及县议员曾正言都到场 曾议员也希望建议活动能让更多人持续不间断的推动艺术 施来福老师他已经去世三年了 他每一年都有办一些画展的纪念 施来福他本身也是我们的国内的有名的画家 他的学生也逃离满天下 他每一幅画都有他的特色以及经典 那我刚刚就提早了半个钟头来 欣赏每一幅画的他的美与他的各点线美都非常的亮丽 展出的作品有山水、花鸟、风景与人物 以及老师流传下来的几幅纪念画作 学生们则展出近年来精益求精 风格各异的作品 展出至本月26日至 欢迎各界前往欣赏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